衛冕者王元均在第八屆棋王賽第六局 力退挑戰者紅面棋王周俊勳 硬使搬成3比3平手 把戰線逼到決勝第七局 他也希望修正前幾局的缺點 一局成為賽事守衛三連霸主 有一些可能在局部處理上都 判斷了非常有問題 所以導致 就是在大局 大局整個就是 落後這樣子 至於挑戰者周俊勳 則是這項賽事的首屆棋王 近年來身兼教練蠟燭兩頭燒多少影響表現 但是這次排除外務全新投入 誓言重返榮耀 最近狀況其實調適還不錯 就是盡量把一些雜物先擱置 然後全力在這個比賽上面 那今天下完以後就得告一段落 然後很快要準備明年 那個精略隊新的開始 開賽後直黑棋先攻的王元均率先掌控優勢 不過隨後受獨秒影響 在右上角113手下出致命失誤 直白棋的周俊勳馬上逆轉局面 最終紅面棋王直白四目半勝 總手數298手登上棋王寶座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小明年四目半勝